音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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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各位 BOSS這邊介紹一個作品叫充電棒棒鵝 那充電棒棒鵝的型態我們有戴老師來操作示範一下 首先他的底爪是什麼 底爪是一個厲害的怪技師三腳架 他可以伸縮倒折 OK好打開 OK啦好 還可以伸縮30公分好棒棒 BOSS比較大隻 OK啦 可以倒折可以伸縮 可以站得更穩更猛更屌 還可以當做 延伸感 好那個手機架幹什麼用的呢 這手機架可以做手機監看 還有麥克風頭J5卡 這是BOSS的小發明 這個東西很好用 這是無意間發現的GoPro自拍的可能 好 這是一個雙GoPro的扣鈕 那這裡是一個充電頭 那這送電進去 好繼續 這邊可以用時間 手機監看 然後這邊 它可以接麥克風在這邊 然後電源自從這邊充進去 然後就可以做長時間的錄影 好 好 怪記師最近會推出一支燈 你們那一次怎樣 燈可以給GoPro 對 這樣會出現一支燈給GoPro供電的一個可能 好的 我們來講一下充電棒棒的性能 充電棒棒的性能 充電棒棒的性能大約5000mAh 大約是5顆GoPro電池 但是不要想太多 大概足夠供應你4顆GoPro電池 好 代表師考考你 我們用了這個GoPro電池之後呢 配合著GoPro這樣在使用會發生什麼事情 嘗試一支錄影 過熱 過熱喔 會過熱喔 那你很簡單 我教大家一件事情 先把充電棒棒給電用完 那該怎麼辦 電池拔掉 好 代表師說了 電池拔掉 你只要把電池棒棒的電用完 大家可以用30分鐘 最後你再把你的原廠電池拿出來充電 這是一個長時間運作的概念 也就是說 我估計 大老師 一顆原廠電池帶一根棒棒出去 可以搞一點 夠喔 真的夠喔 回來還有找喔 哈哈哈哈 大家跟我找我還在幹嘛 這是開玩笑的